提起大快朵银的购物 想必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爱的 随着互联网深入千家万户 线上购物已经大有取代实体店零售的趋势 那么各大电商巨头也随身负荷 开展各种促销活动疯狂吸金 于是中国就有了淘宝双十一 而美国则诞生了亚马逊的Prime Day Prime Day俗称亚马逊会员日 又被小伙伴们亲切的称为会员薅毛日 通常在每年7月中旬举办 最先开始于2015年 用来庆祝亚马逊20岁的生日 但今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Prime Day被推迟到了10月13、14号 也就是下周二、周三两天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做个盘点 看看这两天亚马逊的羊毛 如何能够薅得更加华丽且风云 与淘宝双十一不同 亚马逊的Prime Day有进场资格 那就是要成为亚马逊的Prime会员 现出金亚马逊标准会员为 119美元一年 乍一听其实还挺贵 但是也有办法可以降低这笔开支 首先就是利用试用期 普通用户有30天免费试用 学生则可以享受整整半年 所以大家不妨此刻开启Prime试用 羊毛浩玩取消订阅即可 还有就是可以与三五好友 共同持有一个账号 这样也可以大大的降低会员费 总之相信大家都有各自的奇妙省钱大法 那么接下来小编就从几大类产品开始给大家介绍 在Prime Day都有哪些产品会拿到非比寻常的优惠吧 首先便是亚马逊自己的产品线 自己的地盘自己说的算 每年的Prime大促 亚马逊自产的智能科技产品 价格都会让你精掉大压 比如亚马逊最为畅销的电子书Kindle 全线都会大降价 根据产品型号不同最多可省50美金 并且还送三个月的Kindle Unlimited资源 无限畅读世界书籍 电视串流棒Fire TV更加劲爆 最新款全型号都可半价到手 内附Alexa语音操作控制 除此之外 亚马逊的智能家居控制中心Echo家族 自然也不会错过这场狂欢盛宴 基本都是5到7折可以拿下 从此过上科技达人般的生活 接下来出厂的厨房小家电系列 小编认为折扣力度绝对不输亚马逊自己的产品线 其中每年最受欢迎的促销品便是Instant Pot 就是高压锅 基本可以7折甚至半价的便宜价格到手 花上五六十美元 却能够让广大留学生或者上班族烹饪变得不再困难 除了高压锅 还有菲利普的空气炸锅也十分抢眼 油炸食品人见人爱 而健康的油炸食品更让人吃起来不再悔过 花上99美金 省上一半的价格 入手这台空气炸锅 不管是熬夜学习还是刷剧打游戏 都有零准败你所有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小烤箱 电烤盘等都会有着不错的价格 不管你是烹饪界的新人 还是厨房老手 都会成为趁手的工具 女性是消费力的绝对保障 所以Prime自然不会忘记 美容及保证产品 在Prime大塑期间也有着不错的舞台 Lutery Beauty指定高级护肤品牌 比如Babylis Pro Foro Home Michelle等低至6者 Revellyn Wall Remington等个人护理用品 也低至6者 近几年来 非常流行的DNA检测套装 低至5折 花上670美元 便可以检测自己高达几十项的身体特征 对自己知根知底 未来的保健方向将会更加明确 既然账户道路女性 自然也有专门针对广大男同胞的大促 那就是电子产品及游戏类 比如广受市场追捧的BOSS主动降到耳机 在Prime里可以拿到将近5折的价格 有些老款甚至会拿到3-4折的折扣 非常的残暴 还有疫情以来一直缺货的任天堂Switch 及其周边产品和游戏 也有很多参加Prime的打折活动 而最专业的游戏终端 PS4 Pro 标准版竟然可以拿到67折的价格 还有各种电脑硬件 笔记本 显示器等 都有着非常不错的优惠 大家要做的就是确认自己想要的 精准选取最优的折扣吧 除了以上几大类产品之外 其实在Prime Day里还有非常多的折扣可拿 毕竟整个亚马逊平台 可以说是涵盖了所有的日常所需 比如母婴产品 日用杂货 家居电器等等 只要你能够想到 没有亚马逊买不到了 所以大家需要做的就是参照小编这篇攻略 开始往自己的购物车里加加加吧 当然 最后小编也想给广大观众朋友们提个醒 越是这种全网大促 就越会有陷阱 根据统计 不管是Prime Day还是双11 坏账率都非常高 比如很多商家趁此时机 抛售积压库存的货品 里面不乏被市场淘汰的旧产品 甚至残次品 有可能一个标有高清电视的产品 到手后发现只有标清 所以大家在下单之前 还是要擦亮眼睛 选择幸运度评分高的商家 以免最后到头来买来的却是不开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 小编在这里 预祝各位摩拳擦掌 购物愉快 最后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